来点特决 加油站特有的刺鼻气味 在油气回收的观念普及化之后 已经大幅降低 但站内空气中挥发性有机物的浓度 仍然直接影响着进出人员的健康 挥发性有机物是在室温下 以气态存在于空气中的有机物质 日常使用的油品成分中 有超过150种挥发性有机物 其中一本类化合物 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最大 此外进出加油站的汽机车 也会排出挥发性有机物 这些气体会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让人头昏 嗜睡 胸闷 甚至有致癌的风险 为了健康 基本防护可不能少 人头显得 流通 气管的旅行 对人在游戟里也有机会